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一天你辛苦养大的孩子因为赌气离家出走,一走就是三十年,在回家时你是怎样的心情? 是失而复得的激动惊喜,还是高兴又气愤的悲喜交加,最后无一例外地哭成一团? 只可惜这对父母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儿子离家时间太过久远,漫长的三十年,就到他们无法亲眼看到儿子的归来。 这个事件真实发生在山东的一个家庭中,男子因赌气离家三十多年,在回来时父母已离世,可怜的是父母离世前还在心心念念离家出走的儿子,但他呢? 一走三十年,要无音讯,从未想过父母该有多心急如焚,牵肠挂肚,都说养儿。 未防老,但一个不懂感恩,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的孩子,却是为人父母最大的悲哀。 而这样的悲哀,却是不少家长难以挣脱的现实。 或许最近大家都刷到过这样的新闻,女儿因与母亲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开车撞死妈妈。 事发当日,女儿驾驶黑色轿车,直接撞向站在路边的五十多岁妈妈。 让人浑身站立的是,汽车碾压一次过后,竟又倒回继续采油门闸了第二次,妈妈被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看到这里,大家都感到万分震惊且困惑。 想不通有何深仇大恨,能让一个女儿对生他养他的妈妈痛下杀手。 是生儿不养,是动辄打骂,还是精神上的折磨? 全都不是事件的起因,只是一些简单的小事引发的惨案。 种种势力让人不得不反思我们养出来的孩子。 为何没有爱,没有感恩,只有怨恨与彼此折磨呢?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长大后的一言一行,无一步浸透着父母早期的教育心血。 而你养出来的孩子是否孝顺,主要取决于你们对这三件事的态度。 一、不懂拒绝,无条件满足孩子教育专家马卡连科说,一切都给孩子,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 这是父母给孩子最可怕的礼物。 诚然,当孩子习惯了索取,他们便忘记了感恩,忘记了共情父母的艰辛与付出,但这样的索取型人格也与父母的长期无私奉献,无条件满足有关。 朋友的一个同事,拿着月薪八千的工资,却要给儿子提供奢靡的生活,自己一件上百元的衣服都不舍得穿,转头给孩子买上千元的球鞋或手办,坚持白天上班,晚上打零工。 送外卖,也要江海,孩子送进好学校,只要孩子开口要求,全家人咬着牙都要满足。 在父母的一次次无条件满足之下,成功在男孩心里根植了一个观念,父母都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想要的,父母都得满足自己。 殊不知,一个拼命付出,一个不断索取的畸形亲子关系,只会将孩子和家庭一点点推向万丈深渊。 就像河南一名十岁的孩子,在父亲去世后,将父亲的五万元丧葬费打赏给主播,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五万元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还有那个被父母溺爱长大的养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能力,最后在父母相继离世后,只能落个饿死家中的悲惨结局。 这难道不是父母的宠溺造成的悲剧? 俗话说得好,宠狗上造宠不孝,过度宠溺孩子只会毁了孩子。 另外,在父母无私奉献风气下,我们还得谨防啃老现象的盛行。 比如,某成年男子向母亲索要两万元,遭到拒绝后,竟在大街上抱栓母亲,还有在某直播平台活起来的一个老太太,94岁的高龄还要配合女儿直播卖货。 试想下,正常成年人一天直播几小时都会精神疲乏,更何况已到冒蝶之年的老人呢? 作为子女的他,又如何忍心呢? 可这个女儿呢? 不仅忍心,还自己在旁边休息喝水,没有顾及到老母亲看到这里,很难不心疼。 这位妈妈年轻时拼命养活几个子女,临到老时还要忍受女儿对自己的索取,何其可悲。 更可悲的是,放眼生活中,类似这种顶着高龄弯曲的几辈仍为孩子奔波忙碌的父母并不在少数,他们可能是活跃在大城市帮忙,带娃的老飘族。 亦或是,忙碌在各个岗位的工人,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父母是根,孩子是果,而之所以造成子女所许的性格,多半与作为根的父母教育有关。 想让孩子取之有度,懂得感恩,那么家长一定要改掉无条件满足孩子的习惯。 要让孩子明白吃得一粒,一粟,皆来之不易,要心怀感恩,懂得回馈。 二,控制欲强,将孩子当成自己的所有物。 相对于无条件满足孩子的家长,生活中还有一类家长擅长从精神上控制孩子,他们将孩子作为自己的私有物,强加自己的意志在孩子身上,殊不知,过度的控制只会将孩子越推越远。 热播剧《亲爱的小孩中介入男女主婚姻》的第三者猪猪,就长期生活在母亲的掌控下,因为婚姻遭受到背叛,后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 为公司一把手,种种精力让母亲坚信女孩只有自身优秀,靠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她将自己的这种观念凌驾在女儿的意志之上,将猪猪养成一个乖乖女,任何事都要按照她的要求来,不能追求美,更不能有自己的主张。 猪猪涂抹口红会被她批评教育,有本事的女孩根本不需要这些。 慢慢地,猪猪便失去了自信,变得自卑怯弱,成为母亲的一个傀儡。 但有句话是说,不在沉默中爆发,都在沉默中灭亡。 长期的情感压抑,让猪猪急需一个宣泄口去爆发。 在萧璐的关心变成了猪猪的救命稻草,让她不顾道德伦理介入萧璐的婚姻,成为人人唾弃的第三者。 但仔细想想,猪猪真的爱萧璐吗? 或许并不是,她只是想要摆脱母亲的禁锢,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婚姻预感。 禁。 母女两人的关系就像放风筝一样,一个只想飞,一个拼命拉,然后线越崩越紧,直至断裂。 而且,在父母极端控制下,除了会破坏亲子关系外,也会酿成各种各样的悲剧。 比如演员朱宇晨,她的妈妈将自己人生的全部重心都放在她身上,说是爱为你好,其实是另一种情感绑架,干涉儿子的人生,干预她的每一段感情,最后搞得没有人想嫁给朱宇晨。 一个身体只能承受一个灵魂,如果父母的控制密不透风,孩子实际上已经精神死亡,而精神的死亡,势必会带来的肉体的枯竭。 如果真正爱孩子,家长就要让他们做自己,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 为其如此,你才能与孩子建立一种亲密有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孩子的爱的回馈。 三父母是孩子的影子,有句话是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你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 用在孩子的感恩教育上亦是如此。 很多时候,孩子对父母的索取无度,不懂感恩的行为,也是源自对父母的模仿和继承。 老家有一个亲戚,五十多岁的年纪,还要每天操持生计,与老婆干农活,日子过得苦。 他对儿子的怨恨也随之强烈,不停抱怨儿子白眼狼,从小养到大,现在大城市买了房也不知道接爸妈过去想想福。 可他却忘了自己是如何对待生他养他的父母,如何一次次在孩子面前抱怨父母无能没用。 一次吃饭时,爸爸喝酒上了头,一直数落儿子不孝顺,别家小孩给父母买啥啥。 结果儿子面子挂不住,直接硬钢,父母你也没孝顺爷爷。 他死前也得不到你一点东西,还天天惦记他那一点养老钱,凭什么来教训我? 其实很多父母不知道自己才是孩子行为的风向标,自己在生活中自私自利的言行,不孝顺的举动,也在一点点地塑造孩子的品格, 等到后面反噬到自己身上,才懂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何种滋味,何其可悲。 父母子女,一场缘分不易,要真之重之,不要让父母花一生的时间等待子女的感恩与爱的回馈,结果却是一场空。 同样也想告诉所有父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想孩子成为你心中期许的模样。 你需用心去浇灌,在物质上不要无条件满足孩子,要让他们懂得父母的艰辛,在精神上要富有,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更多成长空间。 同时,家长要充分发挥榜样力量,成为孩子最好的老师。 最后,希望所有的父母与孩子都能亲密有间。 父母之进退,有。 界限,孩子懂感恩,有孝心。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常言道,是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贫,不知谁浓谁淡。 人心的变幻莫测,感情的真真假假,都需要时间的警示,才能看得真切。 经历越多,懂得越多,心态越好,随之而来的是日子也越过越好。 人生百年,不过在历练中成长,在成长中经历。 经一世,常一致,欲一人,懂一人,一走错了路,回头就行。 日本有一位方丈曾经在寺庙。 我的公告栏上写下了一句标语。 没有失败的人生才最失败,身以为然。 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见大海,不懂宽阔的含义。 人生需要许多试错的机会。 各种滋味需要亲自尝过后,才知酸甜苦辣。 人有了经历才会长阅历,有了阅历才会逐渐成熟自知。 道圣和夫曾说,在富裕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很难让孩子历经艰辛。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告诉他们,塑造人格最重要的是经历辛苦。 而且,我们必须要这种想法根植于理性之中,不经意翻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你来时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哪怕是走了歪路,绕了远路,那些经过的风景,偶然发现的新方向。 那时间都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于你。 这些或欢喜或痛苦的经历都将成为生命中不可复制的财富,助你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正如村上春树所说,当暴风雨过去,你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度过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是否真正结束了。 但你已不再是那个当初走进暴风雨里的那个人了,这就是暴风雨的意义。 一个人经历过挫折,才会更好的成长,经历这些,才能珍惜所拥有的。 二,爱错了人,放手就好。 一个朋友的表姐,二十三岁那年被自己的上司迷住,尽管对方早已娶妻生子,但她却为了爱,甘愿滴到尘埃里,做她背后见不得光的女人。 从二十三岁到二十八岁,五年的光。 唐音转眼视去,起初以为有了爱情便足够,但渐渐地她不甘心了,她不再年轻,她依然帅气,节假日,她孤身一人,她却陪在家人身边,在众人面前,她必须跟她保持距离,她却幸福地拥着妻子,抱着儿子,她开始渴望得到一个结果。 哭闹,纠缠让对方心生险恶,开始远离她。 她气不过,向她开口要五十万的青春损失赔偿费。 拿到钱的时候,却更加痛苦,自己曾经认为最纯洁的爱情变成了一桩买卖。 如果选择转身,或许她会发现另一扇开的窗,可她偏偏不甘心,不甘心自己青春逝去,不甘心自己的爱情枯萎,选择了自杀。 想要生命的沉重击破她平静的生活,让她永远地活在痛苦中。 但最终,男人的生活照旧,心碎的是女孩的父母。 在感情里,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你该为自己的感情涉移道指损现,那也是你的底线。 突破了底线,痛苦度过,快乐感情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佛说,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发生的事。 有些人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大结局,而是为了给生活增加一段差距。 只是为了经由那个人,让你更加了解自己。 所以,遇到谁,有过怎样的故事,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比起抽刀断水的决绝,人更怕的是自我感动。 明明错父心等错人,却还说着可以为爱一无所有。 明知道走错了,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 但对于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刻叫停,总觉得再坚持一下,也许就会找到出路,结局却往往是脱泥,又带水,蹉跎一日复一日。 有这样的一段话,成长是一个人的超生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另一个人成长,我们都要像柴一样退一层皮,然后把内心的痛苦和恐惧不安通通丢掉。 人之相遇已是不易,若能相知相伴,更是少之又少。 并不是每一段爱都会开花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份爱都曾化为成长的力量。 在无数黑暗的夜里,默默地温暖着我们。 茫茫人海中的相遇,已然胜过了所有的悲欢,或是痛苦,或是美好,都是一种经历。 经历过就是收获,又何必在意结局如何? 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们大部分的痛苦,都是因为明知故犯。 明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刻停止,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光明就在眼前。 但你却忘了,选择错了,坚持只会徒增烦恼。 很多时候,我们执着于过去,不肯放手,却让我们无法去获得更多。 沉溺于过去,就无法开始新的生活,执着于过往,就容易忽略明日的阳光。 得从社开始,因此,不要害怕去爱,不要害怕被爱。 希望你明白,爱错了人也不可怕。 因为凡是经历,皆为成长。 三泥泞十马,落难是人。 常言道,不经一事,不懂一人。 一个人职不值得交往,在关键时候,才能看清。 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晚清历史上,红顶商人胡雪岩家喻户晓。 有一名商人在生意中惨败,需要大笔的资金周转。 为了救急,他主动上门开出低价,想让胡雪岩收购自己的产业。 胡雪岩给出了正常的市场价,来收购对方的产业。 手下们不解地问胡雪岩,为啥送上门的肥肉都不吃? 胡雪岩说,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 那个商人的产业可能是几倍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 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 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 落叶才知秋,落难才知忧。 做人真正的成功,不是看你认识哪些人,而是看你落魄时还有哪些人愿意认识你。 身处低谷之时,才知谁真谁假。 经历重重的苦难,才真正的看透了人心,相信时间,相信它,最终会告诉你,谁是虚伪的脸,谁是真心的伴。 泥泥时马,落难是人,路遥时马,日久之心。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之心。 真心朋友,终生相伴,道之不同,难以为朋,三观相左。 各走各的,因为真心,才有真情,因为懂得,所以珍惜余生。 把心情留给懂你的人,把感情留给爱你的人,别娇娇不透的人,别负不值得负的心。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因为种种原因,这世上有的人性格开朗大方。 有的人沉静自恋,有的人自负,有的人自恋,也有的人自卑。 其中当属这些自卑的人,内心最为复杂。 生活中骨子里极其自卑的人,明明心底里渴望展现自我, 却始终将自己隐藏在黑暗中,明明内心渴望与人交谈, 却不敢大方地表现出来。 明明有了心仪的对象,却时常感觉自己配不上对方更甚, 无论是下决定还是做选择,都要在内心挣扎好久。 其实,自卑一向是困扰人们的大问题。 有像针对某大学选修心理学的学生所做的调查, 其中有一道问题是最敢困扰的事。 调查结果显示,时常因为自卑而备受困扰的人群占比高达75%。 由此可见,自卑的人无处不在,对自卑这种状态影响学业、工作、生活、感情的并不少见。 著名作家毕书敏曾说,自卑出现了并不可怕, 只要把自卑摆到桌面上来,照出自卑的原因和表现,从容面对,自卑就成了一只直老虎,一戳就破了。 人生在世,或要想破除自卑,首先要明白自卑者的典型表现。 那些骨子里极其自卑的人,往往都不愿意尝试以下三件事。 一场开心扉与他人交谈,内心极其自卑的人往往都较为内向封闭,不愿意与他人交心,更不愿意轻易地表露自己的情感。 这其实与他的成长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心理学领域分析,我们与母亲的关系极大的影响了我们长大后的性格。 在我们小时候,母亲要宽容我们的负面情绪,接受我们的各种攻击。 比如在我们哭闹的时候,比如我们撕扯母亲的时候,母亲不应该呵斥责骂,而是需要把我们抱在怀里好好安抚。 所以,一个自信开朗,乐于与他人交谈,不隐蔽自己负面情绪的人,小时候或许是有一个很温和且耐心十足的妈妈,给予他鼓励和自信心。 相反,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不被接耐的人,他们的负面情绪,他们的悲伤、愤怒是不被父母允许的,他们只能够选择压抑。 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他们长大,在他们和别人的交往中,自然也不够自信,表达情绪,与他人交心。 由此可见,拥有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尤为重要。 因此,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和别人交往时,如果碰到了那项情绪封闭的人,不妨多多鼓励他,让他勇于传达自己的感情,敞开心扉与大家交谈。 自卑者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也要突破内心的分离,大胆地表述自己心中所想,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可怕。 大方地表现自己内心极其自卑的人,往往都是从心底对自己充满怀疑,否定自己。 从而也没有勇气大方地表现自己。 有调查显示,在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有80%的成功就业者是性格开朗大方,善于当众表现自己的人。 这样的人在面试时,往往更得面试观地青睐,而内心自卑的人羞于展示自己。 或许有的自卑者,有着出众的才能和卓越的想。 头发却不能够完美地表现出来,而白白地错失机会。 美国著名性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也说过,世界上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自信大方的人,一类是自卑懦弱的人,后者面临困难挫折时总是逃避,畏惧不前。 面对批评,他们极易受到伤害,从而灰心丧气。 等待他们的也只有痛苦和失败,但自信的人不会这样,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体力劳动者,有商人,有母亲,有父亲,有教师,有老人,也有年轻人。 然而,内心都有股与生俱来的坚强特质。 所谓坚强的特质,是指在面对一切困难时,仍有内在的勇气承担。 外来的考验? 确实如此。 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自信,深深觉得自己不行,甚至有对自我能力持有怀疑的自卑者。 简直多如牛毛。 自卑者对于自己的能力总是感到深深的疑虑。 他们也怀疑自己能否抓住有利机会。 他们总认为事情不可能顺利地进行,自然也就不能大方地表现自己,施展自己的才华。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内心想得那么差劲,身上的许多闪光点要靠自己才能展现。 靠别人很难挖掘出来。 比如在面试时可以给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将自己的优势充分地展示出来。 三坚定地拒绝别人。 有一些内心,极度自卑的人,他们会是我们口中的老好人,从来不会坚定地拒绝别人的请求,甚至会习惯性地讨好别人。 这样的性格特征,其实是自卑者们没有自我的体现。 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才会感受到自卑。 才会没有自主的想法,才会事事都顺着别人。 不懂拒绝。 其实在他人眼中,自卑的人只是个没脾气,好欺负的人罢了。 著名心理学家曾祈锋就曾经研究过。 许多自卑者从心底里就是认为自己是虚弱的,是无能的,于是就想着讨好别人,就不敢拒绝别人,不敢向别人表达负面情绪,怕别人不高兴。 从而离开自己,一个自信,且内心强大的人,他们一定是会有着自己主见和想法的人,会满足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更会敢于拒绝别人。 作家三毛在散文集《自己》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不要害怕拒绝别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他的心里根本就预备好了两种答案。 所以,给他其中任何一个答案都是意料之中的。 现实中,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里,我们在必要时都要懂得拒绝别人。 一个自卑者,要想去跟别人建立真实平等的关系,就要学会优先地满足自己,只有这样才会做到自信和强大。 所以,自卑者或许应该自私一点,要有自己的主见。 在面对和朋友的分析时,要勇于争取自己的利益,勇敢地说不。 罗曼·罗兰曾说,先相信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 只有自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曾国藩自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真龙真虹,所以他总是朝着这个目标奋进。 拿破仑身材矮小,但他从来不因此而自卑,最终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 无数事实表明,世界上著名的佼佼者并非没有值得自卑之处。 而是他们有着足够的自信。 愿所有自卑者都能够突破内心的藩离,成为自信的主人公。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满脑子我知道,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从小就聪明,年轻时多次参加智商测试,得分总裁160左右,属于天赋极高者之列,他一直为此洋洋得意。 有一次,他遇到一位汽车修理工,是他的老熟人。 修理工对阿西莫夫说,嘿,博士,我来考考你的智力,出一道思考题,看看你能不能回答正确。 阿西莫夫点头同意,修理工便开始说思考题。 有一位既聋又哑的人想买几根钉子,来到五金商店,对说。 货员做了这样一个手势,左手的两个指头立在柜台上,右手锁着拳头,做出敲击状的样子。 售货员见状,先给他拿来一把锤子。 龙亚人摇摇头,指了指那立着的两根指头。 于是售货员就明白了,龙亚人想买的是钉子。 龙亚人买好了钉子,刚走出商店,接着进来了一位盲人。 这位盲人想买一把剪刀,请问盲人将会怎么做? 阿西莫夫顺口答道,盲人肯定会这样。 说着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形状。 汽车修理工英听笑了,你答错了吧? 盲人想买剪刀,只需要开口说,我买剪刀就行了,他干嘛要做手势呀? 智商一百六的阿西莫夫这事,不得不承认。 自己确实是个笨蛋,而那位汽车修理工人却得理不扰人,用教训的口吻说,在考你之前,我就料定你肯定要答错。 因为你所受的教育太多了,不可能很聪明。 实际上,修理工所受的受教育多与不可能聪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学的知识多了,人反而变笨了。 而是因为人的知识和经验多,会在头脑中形成较多的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会束缚人的思维,使思维按照固有的路径展开。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找不到答案,而是满脑子标准答案,满脑子都是我知道。 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人性中有一种基本属性,那就是总认为自己的一切才是,是最合理的,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但凡接触到外界那些出乎自己意料的事情,我们都会感到惊慌错乱,然后大脑里就会收集一切线索去证明外界的是不合理的,自己的一切才是对的。 而且越成功的人,这方面就越坚固。 他们还习惯于把运气带来的成功归结于之间的实力和能力,但恰恰也是这种自我保护,让一个人无法突破自己的思维牢笼,从而因为看不到真相遭受现实的打击。 比如他们看自己各方面什么都很好,看别人总是各种问题,而且别人一旦指出他们的不是,就马上就恼羞成怒。 时间久了,他们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成为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这就是四个字。 试想一下,如果你脑袋里的一切都是对的,为什么你的口袋里不是你想要的?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教育的先入为主,让我们过早地形成了小人之闭环,并且被紧紧地禁锢其中,无法看到更大的世界。 人生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那么一个人或是,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认知闭环的局限,突破思维监狱并构建更大的认知闭环。 人生破局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地构建大认知闭环,从而提升自己的格局,领略人间更多风景,看到真相和本质。 还有这样的一个著名的实验,把六只蜜蜂和同样多的苍蝇装进同一个玻璃亭中,然后将玻璃亭放,让亭底朝向窗户,结果发生了什么情况? 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们利接倒闭或者饿死,而苍蝇则会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穿过另一端的瓶颈逃逸一空。 由于蜜蜂基于出口,就在光亮处的思维方式,想当然地设定了出口的方位,并且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合乎逻辑的行动。 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定式思维,它们才没有能走出求是。 而那些苍蝇则对所谓的逻辑毫不留意,全然没有对亮光的思维定式,而是四下乱飞,终于做出了求是。 头脑简单者在智者消亡的地方顺利得救,在偶然当中有很深的必然性。 舒本华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人的思维。 人常把自己的事业边界当成是世界的边界,因为自己感受不到,看不见。 就当它们不存在,这就相当于把自己关在一个牢笼里,这就是思维的牢笼,也是认知的监狱。 多少人都被它牢牢地禁锢其中,目光所到之处皆是围墙,视野也会变得狭隘,判断力和行动力都深受影响,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把自己终身囚禁。 这个时代,信息传播高度透明发达,每个人看似都能够随时随地地获取各种信息。 而实际上,越是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能看见的时代,我们越什么都看不见,因为我们深陷了信息的洪流中。 人的杂念和欲望都被勾起,看到的都是各种荒唐和妄想。 这就是《金刚经》里说的凡所有相,皆为虚妄。 在这朗朗乾坤,照照日月的时代,我们都成了睁着眼的瞎子。 有了思维障碍,就有了偏见,偏见才是每个人最难以逾越的大山。 心中有偏见的人,永远看不到真相。 目光所到之处,皆是思维监狱的围墙。 如果仔细检查我们过往犯过的那些错误,或者失去的各种机会,你会发现,绝大多数过失都是这种思维牢笼带来的。 这不是别人蓄意破坏的,更不是环境带来的。 所以,人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思维局限买单。 思维的狭隘总有一天会让我们遍体连伤。 人只有彻底痛了,才能反省自己,放下成见,打开思维牢笼,我们才能够看到世界的本质和真相。 教父李有句话,因为秒钟内看到本质和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是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大格局。 什么是大格局? 就是思维边界少。 道德经里说,散则为弃。 大致不割。 意思是说,真正的器具,真正的大格局都是无边界的。 边界越多,被分割得越多,标准就越多,我们的思维障碍就越多,跟日新月异的世界无法进入,眼里全是各种条条框框。 因此,冲破思维和认知的,喉咙才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任何事情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可以追根溯源的,其根源不在别人身上,而是在你自己身上。 人生在世,一念是善,一念是恶,你做了什么,想到什么,看似无心之举,往往就是种下了祸根或者的善因。 当你惹祸上身了,以为是别人陷害自己,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平时的言行举止,没有深刻认识和反思自己。 恶有恶报,生命里出现了这几件祸事,多半是你自视恶果,需要警醒。 一家庭不聚财,多半是家庭不团结的恶果。 老祖宗告诉我们,家和万事兴,和睦的家庭可以汇聚全家人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哪怕是贫寒的日子也可以过得有滋有味。 家里总是有欢声笑语,大部分的家庭都是男人在外赚钱,女人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夫妻相互协作,让家庭越来越旺盛。 如果父母健健康康,能够做很多家务事,帮忙带孩子,那么家庭就更加兴旺了。 有的家庭,总是不去猜。 不管你多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家里的存款越来越多,你赚钱的时候感觉到心烦意乱,在把钱交给爱人的时候很不放心。 有的家庭,夫妻互相抬杠,家人的人品非常差,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看不起。 夫妻吵吵闹闹的时候,动不动就说,我们离婚吧。 动不动就摔东西,还常常打冷战。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如果你的家庭不团结,你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对? 是不是应该心平气和说话? 要不要充分相信家人,一个聚财的家庭其实是一家人一起努力赚钱和存钱。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说话,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 二、孩子啃老,多半是秘密爱孩子的结果。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宠溺是万恶之源。 被宠溺的孩子有一些非常醒目的特点,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都觉得周围的人应该关注他,为他提供服务。 这样的孩子没有合作精神。 他的眼中,心里只有他自己。 怀着这样的心态,他在现实中,随着年龄增长,接触的事情,面对的挑战增多,会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因这种心态而造成的困境,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如果你的孩子变成了 很老,你多半是责怪孩子不争气,太没有用了。 你觉得很奇怪,自己对孩子那么好,可是孩子却那么叛逆,对自己的态度那么差。 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父母的影响,父母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来说就是言传身教。 如果父母的人品很差,或者夫妻感情不好,孩子就会慢慢变坏。 父母你爱孩子,表面上是为了他好。 其实,这让孩子误以为一来伸手,犯来张口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慢慢让孩子失去了劳动意识,把父母当成了摇钱树,挡箭牌。 聪明的父母逼着孩子独立成长,而不是让孩。 孩子一直依靠父母。 三常常遇到小偷,多半是因为你喜欢炫耀。 如果你家里遭遇到小偷,你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小偷不去偷别人家里,却盯着你的家庭不放? 如果你在公交车上遇到了爬手,你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小偷对你下毒手? 却没有对别人下毒手。 其实,别人在算计你的钱财的时候,都是做足了功课的。 也就是说,早就发现了你身上的钱财,知道了你的行踪。 别人知道,你的钱财和行踪,往往是你喜欢炫耀自己的结果。 你总是在朋友圈里炫富,在人多的时候高谈阔论,把自己的财富暴露了。 你在公共场所故意吧。 很贵的手机,拿出来还把钱包亮出来,你的一举一动,多半会让贼人惦记。 聪明的人都学会了财不露白,不管自己有多富有,也不会把钱财亮出来,而是拼命装穷,做隐形的富人。 四,一直没有遇到真爱,多半是你很小气。 有一种人在恋爱的时候,总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怕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哪怕是吃一顿饭都要实行励志,买一朵玫瑰花都舍不得。 有一种人结婚之后,非常抠门,总是存私房钱,还对爱人不放心,对爱人的父母一分钱都不舍得花,他总是在想对自己好一些。 万一离婚了也有退,不会那么老。 准备 非常自私自利的人,连付出真爱的想法都没有,那么他以后也不会遇到真爱,他只是爱自己。 如果因为太小气了,导致自己一直单身,也是自作自受。 五,心中烦恼不断,多半是你的智慧不够。 俗话说,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 当你每天都烦恼不休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抱着烦恼不愿意松手。 比方说,你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乞丐,本想绕道而行,可是乞丐拦住了你,非得让你给钱不可。 后来你给了乞丐一块钱,才摆脱纠缠,事后你想起这件事就非常生气。 你还想,下次遇到这个乞丐,一定要教训他一顿。 一块钱的事情就可以让你想好几天,就可以让你记仇,说明你的心胸很狭隘。 对社会上的事情看不透。 一切烦恼因为智慧而消失。 当你把社会、人生、人心都看得很通透的时候,你就不会烦恼了。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要学会边走边扔,学会放下万般自然。 烦恼的时候,就冷静下来看看书,思考人生,合适的时候,学会让人生归零。 冤有头,债有主,人生中的祸事应该从源头上杜绝,才能真正地做到远离祸事。 如果,或许已经发生,发生了,那么就应该反思自己,杜绝类似的事情发生,并且主动地承担责任。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有些祸事既然无法避免,那就认真改过,也是一件好事。 做人一心向善,众善应得善果。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人说,女人的容貌不仅是天生的,更是自己给自己的。 所谓容貌,天然母胎落后生,自救还容生。 一个人的容貌,不仅是指漂亮的脸蛋和傲人的身姿,更是指不老的心灵和容貌春风的气质。 容貌自然是天生的,是上天赋予的。 那么,她就随着时间而逐渐老去,这是一种枯荣永长的规律。 要知道,时光催人老,岁月无形道,是没人能够躲避的。 当一个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也许她早已没了年轻时的美丽的容颜,皮肤也逐渐变得暗淡起来,可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如果想要保持朝气,想要越活越年轻,就该从内在入手,如此才能展现女人原本的风采。 很喜欢一句话,女人就像是一杯酒,酿得越久越有滋味。 有些人认为,保养自己不就是用化妆品补足吗? 其实并非如此。 化妆品再好,也无法遮掩一个人的品质,它起到的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要想学习,根本还得从自身入手,做到这五点。 胜过所有化妆品。 一、为人自律。 有人说,自律的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曾见过一个朋友,他每天除了带孩子之外,其余的时间就是做瑜伽,去跑步锻炼,虽然已经年过四十岁,但还是像小姑娘一样年轻。 在某次聚会中,有个同学问他,为何你现在如此年轻,皮肤如此光滑,身材如此苗条呢? 是不是用了什么减肥药,不妨给我们都介绍下。 他只是回了一句,哪有用什么减肥药,不过是每天跑步锻炼出来的身材而已。 这句话的背后就代表了一种自律的力量在其中。 越是自律的女人,她所过的生活要比一般人要好。 当别人在睡懒觉时,她在做一些锻炼,当别人大吃大喝时,她吃着果蔬等健康的食物。 当别人在玩手机时,她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 这样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将造就了两类不同的女人。 要知道,女人越自律,她的姿态就越出众。 二,思想独立,为人自信。 杨岚曾说,女人如果过分依赖一个男人,她就缺乏了自己的思想。 小说《简爱》里面有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话, 你以为我因为穷、低微、矮小、不美,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 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也完全和你一样。 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一个女人最大的本事,其实就是学会自我独立。 什么是自我独立呢? 就是有自己的钱财底气,有自己的待人处事能力, 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用世事都求助于男人。 在这个时代,其实有很多要强的女性,这些人,她们为人自信,做人足够硬气, 那么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就不会是娇滴滴的公主气质, 而是傲然挺立的女性风姿。 这样有自信的女人,她们明白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 明白怎样去活好自己,怎样去过好后半生。 如此,她们无论到了多少岁,都能展现出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这样的女人就是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的高尚存在。 三,富有诗书气自华 苏氏有言 粗僧大不过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当今社会为何都在强调终身学习? 就是因为读书带给人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 更是个人品德的修养的提升。 个人的修养,其实就体现在她的气质之中。 看一个女人,首先要看的不是她的容貌, 而是她的眼睛。 人的眼睛就是气质的展现之处, 有些女人的眼睛空洞,仿佛一眼就能看到底, 这样的人就算在漂亮,也只能随着时光而老去。 而有些女人双眼灵巧,当你望过去的时候, 就像望着青泉一般滋润人心。 这样的女人大多有她个人的思想和独特的品质。 往往这些人就算容貌不及别人, 也多是越活越年轻,风韵犹存。 女人身处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是无才便是得了。 只要女人懂得好好充实自己的内心, 终身去学习, 那么这个女人的未来将会是不老的存在。 四心太好。 网上有一句话, 心无哀伤, 向阳而生, 所谓笑一笑时年少, 愁一愁白了头。 每个人身处在生活这个大泥潭里, 本就是要承受过。 多的痛苦和压力, 可如果不懂得排解和转移, 最后受到伤害的那个人, 只能是自己。 一个懂得保养自己的女人, 心态绝对是阳光的。 在他们看来, 生活再苦也要过, 既然已经那么苦了, 自己再抱怨, 再忧愁也无济于事。 那么就该保持良好的心态, 顺其自然。 古代有五子虚一夜白头, 到了现代, 大多人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起来。 以至于早生滑发, 亦或是提前衰老, 这些都成了现代人的常态, 女人想要好好保养自己, 让自己越活越年轻, 就该从心态入手。 要知道, 心态好的女人走路都是带。 解疯的。 这种疯就是滋润人心的春风。 五, 欲世不经心有标尺。 真正有智慧的女人, 她们不会是花瓶, 更是生活中的强者。 有些女人遇到事了, 就惊慌失措, 总是找人帮忙, 寻人依靠。 而有些女人则是亲力亲为, 巾帼不让须眉, 让自己活成了一个世界。 前者只能算是不懂事事的小姑娘, 而后者则是真正的贤妻良母。 这种贤良不仅体现在她做事的果断上, 而体现在她为人的风度上。 一个女人的风采, 就是她由内到外的容貌。 一个女人只有欲世不经, 心中有意赶齿, 才能活出自我。 不被生活亦或是他人所掣肘。 中国有句老话,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这样的女人不仅是家庭的坚强后盾, 更是家庭生活上的持家能手。 如此, 她不出彩, 又有谁能出彩呢? 女人到了中年, 就该越活越自信, 欲世不经, 处世坦然, 安之若素。 心有彪齿, 这样她才能越活越有韵味, 成为口齿留香的纯美之酒。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哲学家书本华说, 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 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可以说, 很多人的自信或自卑都来自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 他们会因为别人的一句称赞而自恋好久, 也会因为别人的一句批评而自卑不已。 但其实, 嘴巴是别人的, 人生是自己的, 我们没必要活成别人眼中的自己, 也不必因他人的评价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一辈子很短, 别为难自己, 别讨好它。 人做自己就好, 亦你没有那么多观众, 别活得那么累。 前几天, 朋友小敏来找我诉苦, 说自己压力很大, 每天都想哭。 我问他原因, 他说最近我的业绩好差, 甚至都不如几个刚入职不到半年的新同事。 作为待了两年的老员工, 我感到很丢人, 领导肯定都瞧不上我了, 新员工也不尊重我了。 在我看来, 事情远没有小敏想得那么悲观, 因为他是那种能力很强, 事业心很重的优秀员工, 经常得到领导的嘉奖, 也为部门赢得过很多荣誉。 不过也因为这样, 他特别在意他人的看法, 就像这次业绩下滑, 他很难过, 觉得周围人都在关注着他, 好像都在针对他, 但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多观众。 没有谁会一直关注着你。 高三那年, 朋友小李发挥失利, 与理想的大学, 持之交臂。 为此, 小李伤心了好久, 不敢面对老师和同学, 因为害怕老师关切的目, 是不是太紧张了, 怎么这次没考好啊? 因为害怕同学嘲笑的眼光, 平时学习好有什么用啊, 照样考不上大学。 他躲在房间里不肯出门, 于是他的妈妈将我找来, 让我帮着一起劝他。 他的妈妈说, 你的老师正忙着招新生, 你的同学正忙着报大学, 没有谁会在意你的。 是啊, 我们又不是明星, 没有那么多关注我们的成功与失败, 光鲜与难堪, 没有那么多人会记得, 同样, 也没有那么多人会关注。 就像杨将先生说的那样,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 认可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不要活得那么要面子, 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 活得轻松自然一些, 别那么累, 因为你并没有那么多关注。 二, 不要去过别人嘴里的生活。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父子俩进城赶集, 父亲骑着驴, 儿子牵着驴走。 这时, 一位过路人看见这爷俩, 便说, 让儿子在地上走, 自己骑着驴, 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听见这话后, 父亲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让儿子骑上去。 父子俩刚走没多远, 一位过路人又说, 这个当儿子的真不孝顺, 老爹年纪那么大了, 也不让老爹骑驴, 反而自己悠哉悠哉地骑着驴。 儿子听到后, 很是惭愧, 赶忙让父亲也骑在驴。 身上, 于是父子二人 共同骑着驴往家走。 这时, 又有路人看不下去了, 一个老太婆指着他俩说, 就这么一头瘦弱的驴骑着, 两个人不怕把驴累坏吗? 父子俩一听, 也是干脆谁也不骑驴了。 两人牵着驴朝前走, 走了没几步, 碰到一个老头, 老头笑着说, 这爷俩可真够蠢的, 放着驴不齐, 却走路回家。 父子二人听到老头的话后, 愣在原地,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了。 你看, 无论我们做什么, 无论我们怎么做, 总会有人站出来批评你, 总会有闲言碎语围绕着你。 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 你再好, 也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有人讨厌你的脾气, 有人嫌弃你的言行, 有人嫉妒你的生活, 有人眼红你的幸运, 你再好, 也不能让所有人喜欢。 好人难做, 抵不了众人之口。 生命中来来回回的那么多人, 你做不到对每一个人都用心, 也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人生的路, 自己走, 难听的话别在意, 活得轻松是目的, 过得自在才开心。 我们永远无法终止别人的议论, 也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那么不如做好自己, 不要活在他人的评价里, 不要去过别人嘴里的生活。 三人生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我们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摆脱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是作家吴启师在小说《无声告白》中说的一句话。 《无声告白》讲述了一个十六岁女孩丽迪亚不堪承受父母的双重期待而自杀身亡的故事。 丽迪亚的父亲不是美国本地人, 他毕生的梦想是融入美国, 让自己变得和群和得到认同。 丽迪亚的母亲热爱物理, 梦想成为一名医生, 却因为怀孕中断学业, 早早结婚生子。 他们把各自的梦想倾注到丽迪亚身上, 而丽迪亚也在用尽全力证明自己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 他努力与同学搞好关系, 试着融入班集体, 即使他喜欢读身, 他努力学好物理, 做完母亲布置的所有作业, 即使他根本就不想当医生。 但这样拼命努力的结果是, 他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而只是父母的影子。 最后, 他终于崩溃了。 丽迪亚的自杀结局告诉我们, 人的一生应该是由自己掌控的, 而不是活在他人的世界里。 这让我想到了老艺术文童。 同黄勇玉先生, 国家博物馆曾为黄勇玉举办个人作品展, 所有人都称呼他为黄大师。 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号, 拉着脸说, 毕加索, 吴道子才算大师, 我算什么大师? 相较于大师, 他更喜欢称自己为湘西老刁民, 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真实且有趣。 十二岁一个人出门流浪, 三十二岁成为颇有名气的画家, 五十岁考了驾照, 七十岁去意大利留学, 八十岁登上时尚杂志, 九十三岁开一辆红色法拉利去飙车。 他从不在乎外界给他贴的标签, 也不在乎众人对他的评价, 他只是一直在做自己, 活出自己的人生。 记得阿甘正传里有一句经典的对话, 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什么意思? 难道我以后就不能成为? 我自己了吗? 人生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不活在别人的看法里, 评价你期待里, 那么我们就永远都是自己的。 苏存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平头论足只是无聊人的消遣, 何必看得如临大敌? 如果你不吃别人家的饭, 就别太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 嘴巴是别人的, 人生是自己的, 不要让别人的看法决定你的人生, 你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 把生活过成我们最渴望的样子, 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最后, 愿每个人都能活出真正的自己, 既不活在别人的眼中, 也不活在别人的嘴里。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